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干啥呢 我在切西瓜呢 你想不想吃西瓜 想啊 我也要吃 是吧 管购吃这么多呢 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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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 吃饱了吗 哎呀 吃得太饱了 还能再吃不 我再给你切 误了 嗯 确定吃饱了呀 吃成了 吃不了了 确定 确定 行 今儿干啥呀 你是 我在刷火锅呀 吃火锅 你也想吃啊 你看 你把我喂饱 你自己吃我摸你 嗯 嗯 哎呀 哎呀 这边有这么多人设账呀 不行 得想个办法 嗯 多一点 哎 老板 这一罐想要多少钱 就是你啊 嗯 6块钱 好吧 那这一罐给我收了这 嗯 给我收了这啊 这样 我们店现在有一个规矩 每个人都有一个幸运额度 哦 是看你在这个小区的人际关系 还有跟我的关系 还有 你的幸运额 你的 购买次数 所以呢 你 你这个月的幸运额度是5块钱 要是你想收这个吧 还得加一块钱给我 那你 不收就不收呗 哪来这么多话 哎 奶奶忙着呢 光磊又来了 五瓶敬酒 五瓶敬酒啊 一瓶15 五瓶75 你是不是又想说账呀 嗯 对呀 老规矩 是这样的 我们店有一个规矩 每个人都有一个幸运额度 你的幸运额度 只有15块钱 你是 你只要给我60块钱 你就可以收这15块钱 要是 你这15块钱还没有还的话 下次就不可以再收了 哦 你要尽早尽早还 你的额度才可以卡卡往上涨 真的呀 嗯 还有你把你上次欠我的那20块钱还了 你这额度就可以涨了 行 我回去拿钱 行 奶奶 一会儿回来了 给我拿包中华 哦 中华 嗯 四十 嗯 四十 蛇不了 你的幸运额度只有5块钱 哈哈哈哈 啊 怎么我的才5块呀 嗯 你这么说 你看看我这幸运卡 那给你三乘一百 哦 这还差不多 你还有六十块钱的幸运额度 六十啊 嗯 行 嗯 这样下去 有幸运的人肯定能还要钱 那些没幸运的人 根据我这个办法 也能还要钱 真的太猛烈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八二点了 拉费 喝一喝 二瓶 我回家了 哎呀媳妇 你这干啥去了 我给你打半天电话 你都不接 我买菜去忘记和你说了 买菜 菜 菜 哎呀 我忘了拿了 哈哈哈哈 那我给你打半天电话 你都不接 打电话 嗯 哎呀 哎呀我手机丢了 啊 咱这找我说 你给我留点钱 我自己买吃的吧 我不想在这吃辣椒了 钱 嗯 钱包也丢了 啊 那我妹妹呢 我妹妹不是跟着你吗 太吵了 啊 赶紧找去 你这是什么媳妇啊 哈哈哈哈 二瓶那我去买菜喽 等会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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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怕你丢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是老爱丢手机什么钱包吧 嗯 你钱呢 拿出来 哦 来 来 我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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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哈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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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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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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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